最近虚密在举办花神淡季吧 一定很热呢 今年的花车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快回去看看吧 那边不是提纳里和克莱吗 还有迪西亚和坎蒂斯 我们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分工都清楚了吧 接下来就是分头行动了 另外我还是再提醒一次 大家多留个心眼 千万别被他发现了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 对我们拥兵来说 秘密可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 应该还不至于发生这类情况 打比方啦打比方 你懂我的意思 呃 我还是有些担心 倒不是怕自己说漏嘴 是怕他如果冷不丁出现在身后 而我又没来得及发现 大家好呀 你们在这里聊什么呢 哎 我不是我不知道 什么都没聊 我绝对没藏什么秘密 冷静点啊克莱 至少也先看清是谁来了吧 旅行者和派蒙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们 哎是你们 吓死我了 简直被上课开小柴 发现提纳李师傅站在我身后还吓人 二位是回须米来参加花神淡季的吗 嗯 一想到节日期间会很热闹 就回来找朋友们一起玩玩啦 的确 听老师说 教练院今年也做了许多筹备 打算给草神大人过一个空前盛大的生日 也算是对曾经教练院种种过错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偿吧 嘿嘿那我们算来对了呢 这下好玩好吃的肯定少不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刚才在偷偷摸摸说什么呀 什么秘密不秘密的 来 你俩过来 我悄悄跟你们说 我们打算为草神大人 准备一个惊喜 哇 生日惊喜 这还是迪西亚提出来的呢 诶 我也是和迪娜自带聊天师偶然想到的 每一届花神淡季的活动都比较类似 总觉得该来些不一样的东西 迪娜自带听完觉得这主意很棒 我就找上其他人 大家一拍即合 立刻组织起来了 既然是惊喜 知道的人自然越少越好 更何况 对方是那位智慧之神 稍不注意 恐怕就会被他发现端倪 哦 有道理 所以我们要一直这么小声地说话吗 总之 我们只通知了近期 恰有空闲的几位朋友来准备这事 具体要做些什么呀 听说草神大人喜欢糖果 我们打算从这里入手 还准备在花车巡游之后 请他吃顿生日晚宴呢 所以七千猪什么的 肯定也少不了 具体的设计交给卡维了 现阶段 我们只需要购置些食材和装饰就行 对呀对呀 听都听到了 我们也想为这份生日惊喜 出一份力呢 我记得坎迪斯你刚才说 想要个人帮忙一起采购 这不正好吗 嗯 我担心自己在沙漠待久了 对这边商品的价格和品项 会有些生疏 若是不麻烦你们的话 不麻烦不麻烦 不如说 恰好能包上大家的忙 对我们来说才是惊喜呢 哟 派蒙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那我就承蒙二位的好意了 那就这么定了 装饰交给我和迪娜责戴就行 宴会场地摆脱提娜里操办 听得我都激动起来了 快开始吧 一起为纳西达准备份了不得的生日经 噓 对兴奋的差点忘了 保密要紧 保密要紧 不得戴放松 一会儿 一会儿 因为 磨参加 不得 吃 哇,今天的奥摩斯港闻上去香喷喷的 连海风的味道都要被压下去了呢 听说这里是花车巡游的终点 很多商家提前布置摊位 自然会比平时更热闹些 阿如村最近也来了不少商人 大家都在准备过一个难忘的花神淡季呢 嘿嘿,看来不愁买不到东西了 看家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好,那就 我没事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 我们先去那家店订些东西吧 哟,欢迎光临 客人想吃些什么呀 想订一些花神淡季当日的小吃 大概在花车巡游结束后来去 到时候能帮我提前做好吗 哦,外带的预订单是吧 没问题 您到时候要吃些什么 马萨拉芝士球和土豆船 各三份 绿枝翠球食人份 咖喱虾也要三份 稍等我记一下 土豆船,绿枝翠球 啊,没问题 这些食材都管够 客人还真是大手笔啊 买这么多的话 请问能便宜一些吗 当然可以 我算算啊 嗯,一共两万九千摩拉 打个折 算您两万六怎么样 两万摩拉可以吗 会 呃,这 这多少有点为难我了 花车巡游当天 我这儿的客人也不少 食材也得专门为您留一留 这样吗 那我在家五份撒巴桑炸脚怎么样 能再便宜一些吗 啊,这样的话 我最多给客人您打到八折 好吧 那就八折 辛苦您了 应该的,应该的 总感觉坎蒂斯比我们还会坎价呢 另外 客人还有什么想要的 没有了 只是想提醒您检查一下炉火 用的久了 可能会存有安全隐患 哦 谢谢客人关心 不过这是我今天刚换的一批碳料 绝对不会 好大的烟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谢谢您 真是奇怪 是不是古风装置出了故障 的确有可能 前阵子也出过类似的事 我才换的古风 炉子的问题可以晚些再排查 您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要喝些水吗 我身上有待 不要紧不要紧 也是客人您眼睛好 要是您今天早些到我店里提醒我 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 总之 我今天就赶紧修修这炉子 不会耽搁您花神淡季当天的订单 还是身体和安全要紧 您慢慢来 定金我就放这儿了 好客人您慢走 刚才真是危险呢 还好坎迪斯你反应快 嗯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吧 我说不清 接下来去哪里 希望是个没有炉子的地方 我真被吓得不轻 去买些水果吧 在制作糖果时会用的 好 我们也好久没逛阿摩斯港了呢 顺带买点其他东西吧 我记得水果摊就在那边 那 啊 坎迪斯你没事吧 危险 啊 没受伤吧孩子 没 没事 谢谢大姐姐 发生什么了 那边的箱子突然倒了下来 还好坎迪斯护住了这孩子 你父母呢 哦 他们在港口的酒馆 我一个人无聊 老子才 已经没事了 亲爱的孩子 下次玩耍时 注意安全就好 快回去吧 好的 这是谁家的箱子 是 是我的 都说了不要在道路周围堆放重物 怎么还在犯这种错误 抱歉 最近 最近货物稍微多了些 仓库不够放 嗯 我这就处理 下次再也不放了 谢谢你们 都怪我监督不周 要不是坎迪斯小姐 还真不知道 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举手之劳罢了 夏母先生也不必过于自责 我很能理解守护一片区域的不义 只是节日在即 各处还需要您多多留神 这花神淡季期间 还真是有几只眼睛都看不过来 请别误会 坎迪斯小姐的提醒 我已经记下了 一定注意 几位是来采购的吗 那我也不再讨扰了 祝你们节日愉快 坎迪斯你动作也太快了吧 从感觉那箱子还没掉下来的时候 你就冲过去了呢 其实 我当时的确看到了那箱子掉下的未来 你的意思是 你预知了未来 包括我刚才炉火的意外也是 我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 我不觉得我的琥珀色左眼 有何特殊之处 以前它从未让我看到过 什么奇怪的异象 但从今早开始 我时常看见某些画面 它们与现实不符 却在几秒后 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你有告诉其他人吗 还没有 我尚且无法确定 这是否真是浴室 也不想让大家担心 回忆起来 并没有太过特殊的 我同往常一样 安排好一日事务 向神明做完祷告 就来见朋友了 实在要挑出些不寻常的话 大概就是我在路上 买了一块好看的宝石吧 的确挺好看的 你也察觉到了 这宝石中似乎蕴藏着些微特殊的元素痕迹 我也是对此感到好奇才买下的 难道说这些浴室 是宝石的作用 有这种可能 来 你拿着宝石试试 看看能不能感觉到什么 看来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果 难道需要某种条件来触发吗 还是说 与我身为阿赫玛尔大人的子民有关 要不要去找其他人问问 最近大家都忙于置办花神诞计 不大万不得已 我可不能因为这种小事 打扰朋友们 刚好这两天分配给我的任务不多 我自行调查就好 这也是一位守护者该做的 那就再好不够了 有你在身边 总能让人感到安心 就像夜晚的篝火旁 有人陪伴一样 先将采购的工作做完吧 再之后就去打听打听 关于这块石头的情报 至少得从商人口中 知道它的来源 说到商人的话 我们不是正好认识一位 消息灵头的大商人吗 虽然从他嘴里要情报 可能会花掉包里不少魔了 是说那位多利大商人吧 我在阿如村也早有耳闻 没错 就是他 不过多利那家伙 对摩拉可是很敏感的 坎蒂斯你和他谈价格时 最好下手轻点 来 你要的货 放心吧 都是好东西 要不要再顺手带一份 桑哥马哈巴伊老爷 给我心惊的好货呀 啊 不要吗 嗯 慢走不送 多利 哎呀呀 瞧瞧谁来了 是我的两位大客户 还有 你是阿如村的守护者 坎蒂斯小姐 哦 有气 有何归干呀 我可没在沙漠进行任何不合时宜的买卖呢 您误会了 亲爱的多利大商人 我们此行是想来向您打听一个消息 哦 是要买情报啊 欢迎欢迎 我最喜欢做情报生意了 待在身上不累 买给别人饭背 啊 不 是免税 免税 我今早购入了一块有些奇特的宝石 商人的名字我写在纸上了 我想向那位商人打听一下 制作这块宝石的工匠 是从哪里得到的原石 是找人的工作呀 这可有些麻烦哪 总觉得要花掉不少魔啦 当然 也可以省去找人的环节 如果万能的多利大商人 能够直接打听到来源的话 我也愿意支付这笔情报费 啊 找人倒是一点不麻烦 就是赚得少些 嗯 刚巧 我有几个熟人 平时也加工宝石 随口问他们一句 应该就能港币 哎呀 瞧您说的 可不就是为难丧哥马哈巴 一老爷我嘛 这类消息源都是商业机密 啊 听起来 飞惊得很啊 请您开个假 哎呦 痛快 那等我算算啊 好路的车马费 哎 加上给别人送礼的费用 嗯 二十万摩拉 怎么样 啊 好贵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价格稍微有些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能便宜一些吗 啊 好吧 阿如村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这个面子我可以卖 你开个假 五万摩拉吧 什么啊 怎么了 睡类型的情报 在沙漠一般就卖这个家 不卖不卖 你这简直 简直亏得我身上的眼镜片都省不下来了 绝对不卖 这样吗 真是可惜 那三万摩拉怎么样 怎么还往下看的呀 三万摩拉 外加您的商队到阿如村拜访时的时速安全保障 还有一些杂税的减免 如何 不是 啊等等 阿如村最近的确充满伤机 如果借此得到守护者的庇护 还能行些方便的话 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哎呀 坎蒂斯这家伙 该不会是想顺带为村里招揽些贸易吧 真是可怕的女人 好吧 桑哥马哈包一老爷考虑了一下 这次的生意就不计成本了 三 三万 就三万 真的吗 不愧是须弥第一的大商人 您的眼界和气度非比常人 那 那是当然 谁叫客户是阿如村的守护者吗 正在结交朋友 这买卖就是亏本 我也得做 那不如 停停停 三万 说好三万了 哎 到时候随便请那宝石商人 吃点五百磨辣的路边摊吧 啊 收集情报也要些时间 你们明天再来找我吧 跑这么一趟可不是什么轻松活 谢谢多利大商人 真是帮大忙了 旅行者 你们刚回虚迷 接下来不妨就在奥摩斯港多逛逛吧 购置的物资交给我来安置就好 真的吗 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呢 我们也没帮上太多忙 请别这么说 倒是我还要麻烦你们随我一起调查 这才过意不去呢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崇高 愿神明保佑你 亲爱的旅行者 多利大商人也是 愿您此行顺利 我们明日再见 再见再见 慢走不送啊 唉 这次的委托又耗财又费力 你可一定要记住 桑哥马哈巴依老爷我的好啊 啊 才准两万多母了 哼 干脆小吃也不请了吧 哦 真是稀罕 节日期间还有人往焦灵院跑 当其他人都去享受节日的时候 也就这里能寻个清静 你们去玩吧 别告诉其他人我在这里就行 难得的节日 也让我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 安静点 想要归纳星星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吗 真是个棘手的课题 被发现了呢 但如你所见 现在的莱伊拉可愉快不起来 节稿日撞上花神弹剂 研究的又是颇为复杂的星象问题 难怪他最近的梦游正装又加重了 很遗憾 庞杂精密的计算无法假守他人 如果可以的话 请多来看看他吧 我想他见到你会很开心的 来一辣 来一辣 尼璐 待会排练完之后 要一起去吃甜点吗 普斯帕咖啡馆在花神淡季期间 推出了限定新品哦 我 我还是不去了吧 马上就是花车巡游了 我要节肢一些 是吗 真可惜 听说那一遍的帕地沙兰布丁 最近买一送一拿 喂 米元塔好像也是第二份半价 嗯 还有千层酥酥的糖浆口味 呵 别 别再说了啦 我陪那家你一起去就是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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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日里好吃的甜品好多 啊 不行不行 要忍住 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